鳳天宮董事長這番話 讓侯友宜笑得好開心 侯友宜回訪老家嘉義 拜公廟跑行程 藍議員跟無黨立委參選 林國慶陪同 就這麼巧前一天郭台銘也在這 有前雲林縣長張榮衛 一路相挺郭侯嘉義拼場 一位農候 就連班媽祖也跟平平談到 媽祖的郭台銘頗有較勁異味 日前侯友宜用會再拜訪 來隔空回應郭董的約喝咖啡 但依然指紋樓梯想 郭台銘前一天這樣說 侯嘉俊邦 說話要郭條件先開出來 朱主席則再次溫馨喊話 先用正面 用積極的角度溝通 大家多相互的展現善意 展現善意說得容易 但誰要先跨出那一步 老三老四顯然跟在那 不過根據議題研究中心 搜集22號 23號金門型網路聲量 郭台銘創造超過6.8萬則聲量 好感度0.41 而侯總聲量約3.5萬多則 好感度只有0.35 甚至在泛藍社團的討論趨勢 侯友於8月中還領先郭台銘 但到了近10天 與郭出現黃金交叉 不談宣量落後 侯友於專心跑行程 鎖定中南部故莊 但整合郭台銘卡關是事實 對藍營來說勢必如梗在喉 4月林凱鈞 張國鎮 志凱中 加一報導